是講好好的趕快把一夜天一夜的錢換完 好就好了 一天遇到一位司機 因為換人工心臟負債一百多萬 司機每天開車十幾個小時 趕機抽菸就熬夜過了 從一天還是無預警倒下 我覺得你很辛苦 這是我身上所有的錢啦 喔不要這樣啦 沒關係沒關係 我覺得我也要做善事啦 給你七千塊 這樣我真的 不會不會不會 謝謝你的訓練 喔 今天我真的遇到貴了 一天遇到一位司機 因為換人工心臟負債一百多萬 原來這十幾年司機每天開車十幾個小時 早上五點才回家 雖然月收十二萬 長期抽菸就熬夜過了 從一天還是無預警倒下 因為人工心臟產生排斥 最後花了五個月才等到配對好的心臟 好我只講好好的 趕快把一夜天一夜的錢換完 好就好了 如果時間能重來 他寧可自己賺的時候 也要身體健康 好謝謝你們的經驗 喔 今天我真的遇到貴了 開山小心 給錢而送人家真的會很想哭喔 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並且告訴他 不要熬夜 不然你要去裝人工心臟 會花一百多萬 講一句難聽的啦 沒有錢的人不能吃的 一週五天連續做早餐給柔柔吃 哇我們吃 好像被炸開了 你看那個煙 不錯 可是在下面有點濕 我想吃這個 那不是我做的啦 我想吃你那個 沒有 那不是我的 那邊的啦 打個分數 自從上次做早餐給柔柔吃 我馬上掌握到了廚藝的精髓 我感覺我可以挑戰一週五天連續做早餐給柔柔吃 來看一下我的廚藝到底如何 不然大家以為我只會做紅燒獅子頭 抱歉 我可是學什麼像什麼 就是超越BBM還好 所以馬上來開始 五天的挑戰 今天要做菠菜吐司 加蛋的早餐 然後我發現我完全不會弄菠菜 它的梗我弄得超硬 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我甚至不知道水族還是怎麼 超硬的 這在怎麼吃 我現在看起來像在煮杯子 但是我再把蛋丟進去 等到我覺得差不多了 半熟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欸 我要怎麼把杯子給拿出來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你們現在非常的穩困 沒辦法確認說它現在的狀態 而且很怕玻璃會突然爆 這是玉米龍在嗎 這不是玉米龍在嗎 我不知道看網路上的創意料理要跟著做啊 太難了吧 靠腰啊 這不是玉米龍 當然不是啊 平常說要用那個蛋去把它的底部給固定 但好像固定不了 你要用得像蒸蛋一樣對不對 對啊 我相信各位本身應該都看得出來 我對廚藝是充滿熱情的熱情 不然一般男生很討厭在那邊搞東搞西 但我就是如此的有激情創意熱情才華 就這系列希望有了我不要食安的問題 然後廚師 這是我最大的信仰 其實我為你做的餐廳請吃一口 哪個是我的這個嗎 對啊 我幫你做的早餐 謝謝你 這裡也是地瓜葉 對啊 我看得出來 菠菜騎士火腿當漢堡 哇好像很厲害耶 啊我這邊有痘痘 不會有人建議吧 不會不會 看它濕濕的我怕它閃掉耶 完了 吃早餐了 它要閃掉了啦 還沒 閃掉沒關係 你就先搖一邊嘛 然後底下就不吃了 你看看看 不錯可是在下面有點濕 我們收汁沒有收乾 我想吃這個 那不是我做的啦 人吃我做的 吃這個 我想吃你那個 沒有 這不是我的那邊對不對 這很好吃 你要咬到裡面 它裡面有溫泉蛋啊 你有一種不吃的 它那邊濕掉 你又在 快點啦 我認真 我很認真做的 你要咬到裡面的菠菜跟 我咬到菠菜很好吃 好溫泉蛋耶 很好吃 你可不可以覺得好吃啊 哪個分數 可是你前幾天那個做的那麼好吃 你沒有叫我打分數耶 對啊 因為那人家的早餐店啊 好不好我覺得你做的很棒 可是我喜歡吃乾的 有人來全聯 然後因為等下要馬上出去工作了 又是一個很忙的節奏 我現在是 隨便挑食材的概念 太濕了 收一下 這柔柔去迪士尼買的盤子 我直接用這個加上來 這早餐用過來蓋住 這部臉不是跟一般粉紅色盤子一樣了嗎 那有差嗎 外面下雪的雨 讓我覺得今天 有點淡淡的哀傷 土石上面全部都是外面的淚水 今天這一道已經比較沒有這麼濕了 可是我 它下面我現在又是有沾蛋液 它看起來整個還是有點軟軟的 就突然覺得說 欸第一天那個老闆很厲害 因為他們可以把 這麼複雜的食物細節全部簡單化 然後東西又可以很好吃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做食物真的是一門詢問很好趣 然後還做了一個自己的版本 那在這裡面有放一些玉米筍 因為柔柔愛吃玉米筍 待會給他選擇 希望他今天不會只吃一口 這個牌店是要莫勞喔 對他來說 是嗎 他廢話不完欸 你講的話一定要這樣嗎 來喔 早餐做好了啊 給你吃啊 好 可以嗎 好 我剛剛叫woofer第一台來 然後看到我兩手拿食物直接開走 對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看手機 它是馬上取消 他還以為我要吃東西還是怎麼樣 而且你還沒有燙塑膠帶 對啊 對啊 都不用做半小時 對啊 我這樣子做啊 哇 哇 欸 上次看濕 上次看濕 沒有我每次做完都很濕 很熱心 為什麼 我覺得做吃的很難 那你吃這個乾就好了 好 我下面真的很濕 這有點濕啊 下面很濕 這還好吧 很濕你等一下摸 喔 那就很難了 我喜歡這個 喔 這個我覺得這個餅皮比較好吃 但這個 會比較咬得到那些 它甚至是在誇那個已經 原本都做好的 對對對 它是在誇那個 你怎麼吃到亂掉 因為它很濕 你現在全部散開 這比昨天好吃多了 你加玉米 因為我喜歡吃玉米 不錯嗎 不錯嗎 這真的有夠濕欸 哈哈哈哈 這真的有夠濕欸 這真的有夠濕 好麻煩 可是因為我要做的是那個 法式 法式的蛋對不對 對 我知道我到底做什麼 誰知道會變這樣 這問題在做的飯 你要吃哪些 對 不能沾太多 你剩滿面沾一下就好了 那你今天被孫子訓練到很厲害 哈哈哈哈 我沾很漂亮 對 沾一下就好 你這太濕了 我們睡了十幾個小時 如果說只有八小時 然後前幾天的早餐 他都覺得很難吃 所以我剛說要做 他堅持要買外面的早餐 先吃 不覺得很過分嗎 我才沒有說 你做的很難吃好不好 我是說 因為他做的很久 每次一點 跟我說他做的很久 然後做完都已經四五點 你自己說 上面就是這樣 好 現在倒數第二天 開桌 不是 是你做很久 所以我才先吃到 因為我剛剛好幾個了 哇 我們廚房 要被炸開了 你看那個煙 現在要快烤這個 現在要快烤這個 這樣好燙喔 現在有快 快烤這個 開關 好燙喔 好燙喔 姐姐 你要不要先開鍋蓋 蓋鍋蓋 對 因為他現在一直噴 我忘記他裡面有多水 所以用一下焙水 水跟油不能在一起 對對對 好 然後第一次天早餐做完了 有兩個 一個是 一個是捲成蛋餅的形狀 一個是炒蛋 那你想要吃哪一個呢 我想吃炒蛋 這個嗎 好 我記得一個是有蒜的 一個是沒蒜的 對 所以你是要吃沒有 沒有洋蔥的 我沒吃蒜的 吃看看 我有信心這個應該是不出的 真的喔 這個是好吃的耶 真的嗎 你的蛋有調味 它有培根 有培根 還有那個肉的香味 培根的口感不錯 而且因為沒有到 很熟來讓它 可是它裡面是有點半熟 清分熟 這個應該是我做得到今天最好吃的 嗯 但這樣還會太濕嗎 沒有 我跟你說 只要沒有麵包 有濕都是ok的 番茄醬會有過期時間嗎 2023年7月 剛好覺得它番茄醬倒出來黑黑的 唉呀 那我吃看看我的另一個 我猜它那個培根有補配色 裡面都 有點酸喔 對吧 它這個培根做的才對 你這個是先煎 然後再倒蛋 因為蛋是容易熟的 培根是不容易熟的 對 那你這個是 蛋跟培根一起下去 你就會有一個熟 然後一個還沒熟 你懂嗎 我自己做剛最後的失敗 可惡 這個也很好吃 今天我沒有吃完的洋芋片 我要挑戰洋芋片土司沾蛋和滾 我不相信土司麵包會被我做這麼難吃 把它弄爛 想法是這樣的 別一個蛋也弄上一個火腿筋 然後你把它加到土司內 然後再把這個切成碎放上去 給你們一些口感 挺美的 阿伯阿水又太多了阿 你起來了 把蛋先鋪上來 洋芋片 撒一點 有沒有 我覺得最重要的口感 在這邊 得場說 得場說 芝麻麵包 蓋上去 完成了 你能吃嗎 好像也都在你這邊了 不錯 這樣一點 真的嗎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折腸可以再手一點 先走一點 會比較香 嗯 我不喜歡加那個腸芋片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是同一種人 不是同一種人 這是不同的 同一種人 你剛剛什麼 試吃一下 我覺得你會喜歡那個洋芋片 你吃得出來 我很喜歡蛋 好 因為我今天胡椒也加了豆腐 你剛剛有味道 我進步了 我會做早餐 好棒 那個媽我們先 服來早餐吃早餐 我就是現在終於知道 有些食物要先煮 然後再放其他東西 因為他手的 順序不一樣 就可能你要先下火水 跟椰草下蛋 完全不下廚的人哪會知道 現在才稍微有點概念 這就像是以前的小時候 我超害怕吃火鍋 那我覺得火鍋好像會有順序 這樣不能先下蝦 要先下蔬火 吃錯好像很笨 總之這一天過關 過關 過關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拿馬鈴薯 我從來沒有洗過 我剛剛已經把它洗了一下 也覺得劑好像總是做錯了 你知道嗎 這看起來又很粗 然後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 我們家沒有買鹽 這個胡椒鹽 而現在這個步驟是要 讓洋芋脫水 切一下熱狗 等一下可能煮夾會更好看 這個肉有點紋路這樣 有點像德士勳場的感覺 有斷了 老闆要斷了 喔 兩邊全焦 我要做早餐可以老老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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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馬鈴薯 放到上面補餅 好 可以加入一些些蛋器 然後再放上一些起司 之後再把我們的香腸放上去 網路上說是把它蓋起來 所以我其實現在是要用洋芋絲把它給包住 完美的早餐就蛋清了 各位女友們你們敢吃嗎 你用心呢 用心良苦 好我現在把我的早餐做完了 馬上請柔柔來吃一下 我對今天非常有自信 因為這是我小時候最愛吃 我奶奶做給我的 這是洋芋喔 對 嗯 這我決心抓現在最好吃耶 真的嗎 嗯 這是人類可以吃完的食物耶 這真的很好吃 因為起司跟得償加很多分 結果好吃的是得償 自己吃一下 這好像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你講得多好吃耶 對啊 所以你才能賣上去 然後再調整 我進步了 我跟你說我這幾天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覺得早餐的料選來選去都差不多 都是什麼香腸火腿 黑根 所以今天想說不行 我不能再做那種東西了 懂嗎 所以我就選了洋芋 因為我想說洋芋蛋餅 小時候我奶奶會做洋芋絲 但其實我印象中我吃的是 他不是脆的 我在想有可能是因為脫水脫不夠熟 你要灑油讓他水分都離開 明天再做一個是要灑油 好啦還有料啊 好啦以上是今天的一週早餐系列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中間卡了很多工作 拍了很長的時間 堅持每一天做早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為你要特別去前列買 剛好旁邊有早餐店我想說 真的直接去買比較快 但自己做會有一個成就感啦 那歡迎大家留言一下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按讚訂閱 那柔柔的頻道也去追蹤一下 有什麼問題想問我都可以 那我的短影音課程下面也都有連結 那如果你們公司有需要人幫你們做短影音的話 也歡迎加入官方來諮詢 好啦廢話不多說 下次見啦 掰掰